群里的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 又到了我们五间闲聊的时间了 今天这个日子有点小小的特殊 因为它是4月30号 是4月份的最后一天 也就说我们要告别 这个4月份进入5月了 我们刚才贴了几幅这个比特币的K线图 这四幅图都是同一个时间 有日线图 有竖版的 有横版的 还有周线图和月线图 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 是怎么去看待 判断和把握这次行情 这也可以说是历史性的机遇 看到因为昨天讲完之后 跟大家略微的说了 昨天的目标应该是8200-8700 结果它超额的实现了 截止到昨天凌晨12点最高到了8900 但是它很快的回到867之间 一直整理到凌晨七八点钟 那么现在呢 那今天早晨我发了个小视频 告诉大家今天的目标是9200 第一目标9200 第二目标1万 第三目标10500 那么既然昨天超额完成 今天截止到现在 已经站在9200之上 就说明这个主力 主力的心思被我们猜到了 或者说主力是按照我们的心思 我刚才开了个玩笑 经过跟玉皇大帝 王母娘娘 释迦摩尼 经过跟特朗普 马卡龙 还有某某主席 大家各路神仙 天上的地下的 大家共同决定 把比特币推上一个历史新高度 因为它不上去的话 如果今天 为什么必须要站在9200 至少9200呢 就是看月线上 因为上个月的最高点是9187 从那开始经过 也就是两三天就减半了 最低掉3800 让人们对比特币 整个的理论基础 就产生怀疑啊 崩盘论 先是崩盘论 结果呢 就是在崩盘论盛销成上的时候 我记得跟大家分享了两次 一个是9月10 不是 3月13号爆点之后的1415号啊 我们说过 要买了啊 那时候应该已经反弹到五千 四千八到五千号之间了 后来又跟大家 跟大家啊 分享了范冰冰的思想 就是去死吧 不卖的 如果从那时候听话 照做到现在 基本上资金已经实现 至少80%的回报 就是说你不做合约 不做杠杆的情况下 就已经有 但我知道啊 很少数的人做到了 有些人呢 自作聪明啊 买了一看赚了五百点 卖掉 你你赚了五百点 倒是但你失去了最少五千点的机会 那么还有未来呢 还有的人 哎呀 后悔没听你 当时五千买就好了 但你五千没有买 你可以六千买啊 六千没有买 可以七千买 七千没买八千买啊 八千没买九千买啊 到现在买都不来得及呀 为什么 大家最关心的 涨还是跌 我告诉你 就一个字涨 啊 博尔爷说一直涨 他是输了一个中指 哈哈 很多人呢 两种人 一种是有投资经验的 把比特币当股票去炒 甚至当期货和外汇去 哎呀 每天琢磨这个点位 都已经涨到八千八百五了 他还说能不能破九千 结果画面音没落 五分钟就给你倒九千二 这说明对这个市场的节奏 没有一个基本的感觉啊 这个东西不要用理论 不要用数学 它里面有数学 但是不能用数学去推理啊 不要用理论去束缚自己啊 要有盘感 为什么宝二爷在里面获得了大成功 你需要来在里面挣到了大钱 而不是那些这个基金的操办手 那个投资家 两个原因 一那些 投资家也好啊 他一个 他处于一种既得利益者的傲慢和偏见 他没有看到这个市场 第一个 第二进来之后 他用他固有的在原来那个圈子里已经可靠谱的分析方法 到比特币这市场上 完全不实用 看着都是一样的K线啊 但是内涵不一样 动作不一样啊 完全不一样 我们不是说 一九年六月一号有一个信会啊 优惠的会 那个投资经理啊 基金经理上海基金经理 以一个多亿啊 做合约 居然做空头 爆仓之后 跳楼身亡 这个人在传统证券市场是很很成功的人士 非常成功的一个操盘手 为什么落得如此小 投资的人都知道他犯了一个兵家大忌 什么呢 叫顺势而不逆势 我一转比特币你要么就买啊 要么就不买 买了之后不要考虑卖的问题啊 如果买高了总会涨回来啊 那如果你是在三月份之后买的你就一直拿到未来 因为这轮行情就是从三月开始酝酿啊 我们有一句老话 行情在绝望中产生在忧郁中发展在兴奋中达到高度在康奋中走向毁灭 股市是这样 比特币市场也是这样 期货外汇他相对有个周期性啊 不太是这样 但是一轮行情大大下都是心理状态都是这么过来的 没办法跟大家分析这个技术判断这些东西啊 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正确的理念 这是本和末的关系 你没有一个正确的投资理念 你先去学技术 你会走入死胡同 而且很长时间就走不出来 这投资理念啊 第一 这个钱必须是闲钱 不急用 这两天他妈刚开始涨 哎呀该不是该卖了 八千了问该不该卖 我说还有一万呢 后来还两万三万五万八万十万呢 但是他这笔钱就是急用怎么着 那没办法啊 那一点办法没有 这笔钱是多能急用的 第二这笔钱不能是负债的 尤其是不能是银行负债的 如果是你亲戚朋友的钱 你给后者脸皮赖一赖啊 找个借口躲一躲 对不对 等着行情走完啊 出厂了 你钱也赚了 钱也还了 对吧 人情丢了没关系啊 我们不要面子啊 不要脸啊 但是如何银行的钱他有账期的 对吧 反正你必须还不还就给你上征信啊 各种威胁是吧 烦不烦 这种钱不要用啊 就手边这笔钱是闲钱 第二这种财啊 属于机遇之来 他不是勤奋所得 投资市场最鄙视的这种品质就是太勤奋了 这个勤奋包括操作的勤奋和思考的勤奋 很多人 我今天不想讲这个问题 就问的太多了 行情起来 你白来问来了 行情运量的机会的时候 你视若无睹 你看不见 听不见 我一直我在去年 十一月份十二份曾经说过 我以后不跟大家讲行情 因为讲来讲去没有什么好结果 对不对 你会把它带偏的 但是你不讲吧 每天又问的这么多 何况这是 这才是我真正的 二十年垂大出来的真功 但是人家讲呢 直到大家一个听不进去 一个听不明白 听不懂 而开头也不认可 等了几次之后发现对的 然后你追高了 种种啊 所以很纠结 市场行情已经验证了啊 我所有的分析和判断 宛如庄家附体 是这么什么 不是的啊 因为比特币的市场太简单了 如果你做过股票 做过外汇 做过期货 你又没有被那些教条所诉服 你如果能够像宝二爷和李孝来一样 为什么他们成功了 这个问题刚才还没有回答 因为他的头脑里 第一没有框架 人在一个新的领域 新的事物里面 最害怕就是用固有的思维去约束他 去跟他下个死的结论 按照固有的套路去操作 比方说那位慧先生啊 基金经理啊 他股市上那套成熟的技巧 拿到比特币上分析来分析去 而要支持一个仓位 他如果 把他做空的时间点位调整到6月28号 或者说把他的仓位放大 也就是把杠杆降低 他都会赚的盘满钵满啊 投资投的是时间啊 投的是机会 不是投的是价格啊 不是投的价格 刚才我看群里面 哎呀 我这买了买挣了600块钱 兄弟啊 你做的是比特币啊 你挣600块钱 你好意思说吗 当然你比那些赔了600 6000的人 还是应该好意思一点的 对不对 跟大家讲 首先讲这个投资理念啊 你要有这个钱是闲钱 就是说就保证你的风险意识落实到位了 第二要择时 择机 不要有一种投资即可挣 哎呀 就买啊 结果买了就跌 卖了就涨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放纵自己的欲望 而忽略市场的运行 我跟记得跟大家讲过一个啊 趋势才是你的朋友 投资市场你可以六亲不认啊 你欠了朋友的钱 你可以赖着不还 因为那个钱你是拿来挣钱的 你既然都厚着脸皮借来了 你干嘛又那么拨着脸皮还过去呢 你必须让他发挥作用 你就看市场上给你机会没有 今天借一笔钱 明天就入市了 结果他妈的 碰巧在三月十号买了 然后到了三月十二号暴跌 你看他妈的 你又受不了了 十万块钱变了三万了 卖了就 钱一笔钱 不卖心里很难受 这完全都是对市场没有认识 市场不是赌场 不是说你去买个彩票 你随便积选 反正就两块钱 不是的 市场 你稍微认真就研究透了啊 发现他挣钱真是比股市啊 比汇市比其实都简单都容易 而且超级暴利 市场是你的印钞机啊 是你的金矿 你却忽略了他啊 你就惦着我这个钱要挣多少钱 这是你的欲望 第二听这个人说 那个人说 看那个媒体上 我告诉你最传奇 最离奇的现象 闭世界啊 你去看他那个中间有栏 专家看法 到现在为止 从三月三到昨天为止 每天都是看跌的赞绝对多数 到昨天那种单边大牛市啊 最简单的傻子都能挣钱的行情 七个专家看跌 这叫什么 这叫反指 反指意思 他说总是错的 你跟他反着来就行 比特币永远不要考虑去卖啊 你把你的卖出件抠掉 到什么时候考虑卖啊 就是市场康奋 忘乎所以 比如说17年的12月份 还有19年的6月下旬 每个人走路都是头朝天的啊 那个时候才真正危险的时候 这个不用什么技术啊 你就看人的心态就行了 这是天道啊 中国的股市是最完美的演绎的这一切 你每当看到证券公司门庭弱势 人身顶费 人人兴高采烈 每个人都在吹嘘 哎呀 这个正股证券太容易了 随便买了千年涨清 你千万别入市啊 牛的股市赶紧打掉啊 不要讲什么原因理论方式 不需要啊 这是天道 那么灯门口里门可罗雀 没有人去看的时候 大盘跌了又跌啊 门口不是有人闹事 闹自杀 就是有人哭鼻子 没有几个人 正常公司的人都不愿意上班了啊 你就瞧瞧他买一点 对吧 但是股市还个复杂 你的选出好的股票挺复杂的 怎么选出来 那个挺考专业功夫的 你要对公司要研究 你至少的半个财务专家 对企业经营有研究 你半个MBA 你没这学历 那专家的话你也听不懂啊 你也不知道哪个是真材实料 那然后你还得懂点财务 然后还还得有点朋友 过硬的关系 知道一些内幕 你都不具备啊 能在股市上挣这种分分秒秒 算个涨个几分 涨个停板 挣个五毛六毛 抛掉 然后明天接下来再接回来 这些人都是炒股的 这种人 一百个人没有一两个 我就见过啊 我很佩服啊 但是人家也是玩了十年以上啊 上亿的资金每天就是盯着涨个三毛 上亿的涨三毛也很高的利润呢 但是上亿资金他比特币就麻烦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盯着那个分分秒秒的 因为你看这个五分钟有可能涨一百点 也跟跌四百点啊 五分钟就不看了 看天看日 为什么 因为越大的周期 你顺着趋势 不要看波段 因为你会迷失在短线的波动中 你迷失在股市啊 期货市场外汇市场都情有可原 比特币就像傻子一样的 他只会涨 当然他的涨不是直线式的啊 涨涨跌跌 但是你从三月十三号到今天的四月三十号 我跟教大家讲什么叫趋势 你从他的最低点画桥直线 两点就可以画桥直线了 那么多的低点画桥 是不是他倾斜的向 从左下方到右上方的直线 所有的价格在上面 这就叫趋势 那么我刚才贴了四个图 你看那个横着的那个图啊 那就是慢牛走向快牛 曾经一天啊 在日线图上只有一条线很扁平 那么这两天一根长的 今天又一根长的 而且今天截止的十二点的成交链 就是开始放量拉升 你如果会看的话 他每一次急速拉升的时候 成交链是跟着上去 叫放量拉升 这个是属于买盘推动的 这种简单的行情 你为什么要关心他 今天涨五十点还一百点呢 你应该关心过三个月 他会涨多少 就是跑上了三个月之后 还会不会再涨呢 我告诉你会的 为什么 你看那个月线图 他横盘了九个月 兄弟啊 市场上 价格 趋势 时间 这里面 有一个 还有个成交量 被一些人忽略的 被韭菜也好 被一些混了七八年的人 总是忽略的一个 而且是最有效的指标 恰恰是 时间和成交量 我赶在三月下旬告诉大家买买买的时候啊 那时候 你看媒体上还讲一个是崩盘论 崩盘论完了就是双底论 因为按照经典的K线 你从三千八一个反弹长一三线到了五千几 横盘了 十千二十三 应该再最少再跌到四千几啊 形成一个N型的底 那才是个经典的底 那么单单真这么就上去了 不符合啊 你要是做了这个投机做了十年以上的人 这不是底 因为底部他有这种经典的啊 一种是穿上这顶是尖的啊 没有转个底是剪的 底是圆的 就是长期横盘 一个底 头肩底啊 圆弧底等等N型底 M底 没有见过比特币这种底 我说这就是被束缚被叫桥了 为什么 成交量已经告诉你一切 我说了 你把三月份的 或者三月暴跌那一周的成交量调出来 他超过了十年跟他同期相比的成交量 历史最大成交量在6月28号那一天 那么现在他的记录被3月13号打破了 这说明有人抄底了 这也反正了3月12、13号 那真正是大户砸盘砸下来 为什么要砸盘啊 为什么要砸盘啊 同志们 比方说普拉斯托肯 操盘手团队啊 他的平均筹码价格是五千几啊 他为什么砸到三千八 因为他砸到三千八 他可以在四千接到更多的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还有中国特色啊 这个比特币不是中国 他是全世界的啊 但是有很多操盘手是中国特色的啊 中国股市上有个最大的特色 叫做送礼行情 对吧 送礼行情 对吧 我跟你是哥们啊 朋友啊 我是操盘手 我现在已经策划好了啊 种种策划 我要把比特币干到八万去 现在市场价是八千 而你呢 就想到四千再买 我一掂量 哎呀 肯定这不然有利益协调了 那行 你把四千的单子挂到市场上吧 你等着 你挂好了是吧 我把钱包里面的五千个比特币 砸 实际砸 对不对 然后到四千 你成交了是吧 成交了 好了 兄弟成交了 不要动啊 手机关掉 然后我就拉到八千 这叫送礼行情 股市上是很常见的啊 比特币上我们只是演绎啊 一赢都行啊 反正没有证据 但是应该懂的啊 没有人 没有大事啊 没有做盘的 做庄的人 这行情直线往上拉的 特别是昨天 你看从十二 从凌晨两点到三点之间啊 他起伏了五次 起伏五次呢 这是经典的叫盘整行情 这一讲太专业了 也不讲了啊 讲了没有用啊 容易把这带偏 就是我们今天讲主要是投资理念 一个正确的投资理念 比什么技术都重要 你如果理念正确了 没有技术也可以挣钱 如果你没有理念 你技术越多越赔钱 最大的理念 除了有风控啊 之外 就叫做顺势而为 正确的道理很简单嘛 高买低卖嘛 高买低卖嘛 那么什么叫高什么低啊 九千相对于五千 哪个高哪个低 但是九千之后 有没有一万八呢 那么从五千到一万八的过程 就叫顺势而为 叫趋势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趋势呢 你翻开比特币的白皮书也好 讲那个过去的故事也好 有些人不信这个 要讲技术 要讲K线 那太简单的 画条直线就行了 画条直尺 像我刚才那样 你看月线和周线 我可以说 这一个月比特币走势 是经典的教科书式的走势 你要学个技术分析 那些在股市上 你只要是正规老师教出来的 一看就知道 但是为什么他挣不到这个钱 挣了六百就会沾沾自洗呢 就是因为格局眼界没有打开 你做的是比特币 是比较特殊的币 比较特殊特殊在哪 就是涨起来特别能 特别能涨 一天涨个两千美金 连续涨五天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 难道就不能再发生一次吗 比特币历史上最高点 接近两万美金 一万九 掉到了四千五千美金 你就是赔 也就赔这个数 就是他崩盘了 归零了 是不是 那么上面的空间 那么大 没有 在四五千的时候 很多人就害怕跌 害怕跌 那么到了八千九千了 一些人要来买了 比特币 关于比特币买入 有个最经典的说法叫做 要么就是现在 要么就是十年以前 什么意思 十年以前比特币 刚刚问世的时候 你没有买 你错过了 那么你现在 你为什么考虑他买 还是不买呢 你无非是现在九千二 你买了 跌到了八千二 你账面上损失了一千美金 但是三个月之后呢 为什么确认三个月之后 必须比这高呢 因为他横了九个月 因为有个时间规律 你横着几个月 涨起来要几个月 比特币调整最长是 十三个月 十四个月 你从一七年 数到一八年 一九年的三月份 十五个月 有十四根开线 中间也有 过断性的上涨 但大其实是上下的 你没有这种 你不是站在这个角度上 看问题 你是什么 你觉得现在涨了一千点 我把它卖掉 掉了五百 我都捡回来 它再涨到一千 你看 只涨了一千五百点 但我挣了两千块钱的钱 你太聪明了 这种小聪明 人人都会动这个脑筋 但你可以说 恰巧是 让这种小聪明 害了你 这种钱 有没有人去挣呢 有人能挣到 不瞒您说 我就是挣到 但是这个把握不好 一波行情 我告诉你一个诀窍 以太坊 平均一天涨十个点的时候 它就会掉五个点 一九三起步 那当天当时最高点是一九九 它为什么会掉到一九三呢 为什么敢一九三 跌的时候我敢超呢 然后第二天到二零三 我把它卖掉 然后它再回到一九六 接回来 第二天最高点就是二零六 这个是可以分析出来的 但是中间 我敢不敢在二零六 我卖等它跌到一九六 再买回来 这个动作不敢 风险太大了 因为它有常规动作 还有更多的非常规动作 所以这些经验 都属于一种经验的产物 它不是说规定了 你这个走势必须得这么走 因为市场行情 它不是按照固有的程序 去按部就班 都是演绎的 庄家也决定不了 我今天是做到八千 还是做到九千 但是我在拉伸的过程中 发现盘子很轻 发现大家都跟风 没有人卖 我就干到九千一万 我发现抛压很重 我到八千二了 那么多套牢盘 特别是九千二 为什么九千二抛压很重呢 因为很多人就是在 就是入场的嘛 从一万零五 刁的把九千 他以为 哎呀都破万了 以后这个万以下的 可能很少 我多买一点 然后就套住了 套了一个月 哎呀他很痛苦 很痛苦 他觉得再又不回来了 我们会员有很多这样的人 前天问我 那好了 熬的新天 终于哇 终于赚了五百美金 我回本了 我赚钱了 卖掉 出去悬崖 比特币我赚了五百美金 我三倍赚了五百美金 卧槽 这样人很多 这就是市场 庄家一看我顺势而为啊 行 我跟你干到 中学学校 给你干到八千九 干到八千八 你看哦 我太聪明了 我终于逃顶了 我都学会逃顶了 哎呀 我等他跌到五千再买啊 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我凭什么也跌到五千 凭什么跌到 你得给个理由 他每一个价位都是有理由的 那昨天为什么说八千二 跟大家比划过啊 为什么这次行情最少见到一万八 不要忘了啊 大家看我画那个月线图啊 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八号的高点 一万三千九百几啊 他的低点起步价是三千九三千八左右 一九年的春节期间 一万点对不对 那今年的起步价在哪呢 五千二那里啊 加一万 对不对 一万五 他再多多跑一跑 这叫做等幅啊 等幅的概率是百分之五十 最大的概率是 一点六一八 一点六一八啥意思 一万点的幅度 一点六一八 一万六千一百八 再加三千九 这是这个概率有多少 百分之六十一点八 这黄金分割 这没法讲太细 大概率是假 不是他必然会走到这 他概率非常大 大概率啊 而比特币比较特殊的经常 比你最乐观的古迹 比方昨天我们最乐观古迹到八千七 我跟你干到八千八八千九 他比你乐观古迹还要厉害 比你绝望的时候更惨烈一点 在那次暴跌跌到七千五 后来到六千的时候 我们觉得就差不多了 结果人家就给你一千 给你干到三千八 让你绝望之死 是 这就是比较特殊的幅 在比较特殊的市场里面 你就不能用平常的 要么你不玩 要玩 就按照游戏规则来 不要放纵自己那些 小白的 单纯的欲望 一个是恐惧 一个是贪婪 恐惧贪婪没有错 但你要有 要让市场给你一个理由 说你去研究那个今天会跌到哪 你是一种瞎猜 我们只要市场不能去猜测 甚至都不能去预测 只有对策 我是小白 我没有技术 我分析不出来跌到哪 涨到哪 很简单 我买了就不卖了 我牢牢记住 范冰冰的教导就完事了 啊 在这个 从三月底到现在 这一个月里面 你去问问 去守到现在的挣得多 还是那些每天啊 琢磨涨到哪 跌到哪 自作聪明的挣得多 自作聪明的甚至都在赔钱啊 这么 我跟你说 最好的行情就叫单边市啊 就是一只掌啊 大涨小回啊 你看那个日日以上的K线图 你看那个周和月 他一个绿绿的啊 从底绿到头 啊 这个绿红是可以控制的 可以设置的啊 不过美国呢 他是用绿表示上涨 大洋线是个绿的 中国大洋线红的 这无所谓 啊 因为这种单边行情啊 这么说吧 如果你做杠杆 10%的涨幅 就可以翻一番的情况下啊 那么你这是行情 你用一万块钱到现在 挣的一百万是很随便的 但是没人感冒这个险 但是我知道 plus里面有用户 做到的 单边涨呢 你可以不断的加仓 但是加仓是这个市场最大的风险 就是加仓 做项目最大的风险也是加仓 加仓富途 因为加仓富途 你把你的风险 无端就放大了 本来你可以长一千的点 我是七千八买的比特币 比如啊 我加的杠杆 在七千八我就会归零 那么 现在在九千二 我就看着 九千二它跌到八千二 我还是挣的 我还不用归零 跌到八千二 我账上还有资金 跌到八千二 我可以在高手是在这个时候才加仓 而在九千二是先出掉一点 那九千二是一个心理关口 加技术重大关口 九千二 会做短线的 他一定会在九千一百八十七附近 那他一定会设置九千一百七十八 不是准准的挂到那个单 设一个卖出 一到这了 他就卖出了 然后你看 今天第一次见解决 是不是直接就掉了两三百点 在那个时候 你考虑在分次分批的买 我最喜欢讲的句话 叫越跌越买 逢跌买 越跌越买 但是不是你乱买 你要知道节奏 他这一波是跌一百个点 还是两百点 不要跌了两美元 你就去买 你买完了 你仓也满了 又去做合约 再跌到五个点 然后你就爆仓了 人家挣十万 你赔掉了 你赔光了 市场就这么残酷 全部在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 但这一心 要么就天才 又是回到 宝二爷和李向勒 为什么能在市场挣到 比别人多的多的钱 而且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因为他分析透了 市场的本质和节奏 他没有教条 最怕的就是有一个是有教条的人 半吊子书生 二一个就是 不自律 保持跟贪婪 常人一样的贪婪和恐惧 而且在常人中去找温暖 投资是孤独的行业 你问三个人 你绝对是赔钱的 每个行情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见解 你问人肯定是一个小白 你问你问十个人 九个人可能都是跟你讲错 但你不知道是哪个人讲的对和错 你为什么问人 因为你形成一个依赖心理 你便于你将来甩锅 你赔了钱 我操我听他的 他给我讲 赚了钱 我操我运气真好 所以说你在市场上问别人的人 高手都是回避的 问我对不起拉费 这也是我为什么 我最擅长的是分析行情 我最不愿意讲的就是行情 投机市场是个心灵的炼狱 心灵的炼狱 你所做的 都是你平时所不愿意的 我经常有人 啥时候买 你最怕他崩盘的时候你买 啥时候买 你兴奋的忘了天忘了地 想走出六七步认的步伐的时候 赶紧变现 这个不用跟你讲什么K线呀 菲波那契数列呀 什么波浪理论呀 不用讲吧 常人都知道 但是谁也做不到控制自己的心性 那就成佛了 两天行情一致 讲一句话 行情才刚刚开始 回到那个三端论 机会是在绝望中产生 在忧郁中发展 在兴奋中深化 在康奋中毁灭 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横着有多长 是指的时间 不是做的 不是把他拉出来一个四十五度角 不是的 横了九个月 记住 比特币还有个特点 他涨的 从时间上涮 他要短一点 跌的时间要长一点 比方说 17年那次牛市 好像在涨了九个月 在跌了十四个月 他不是每天都在跌 涨涨跌跌 大趋势 那么这次我们说的减半 还有十天 不止 十一二天 减半的十倍 未必会在减半那一天产生 但是每一次减半价格会往上涨到一个台阶 一个维度 看来这个规律 目前没有失效 没有失效 他在 琢磨着一天 挣个五六百点 甚至一千点 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在九千二 你卖掉了 跌到八千八 你也许捡回来了 你只会 这是你的运气 不是你的技术 他的市场永远是拉升调整 拉升调整 而不是拉升下降 下降是调整的一种方式 对极端强势的事 他的调整属于横盘 请上诉上五千 从昨天开始倒退前五千 你看比特别的日线图是怎么走的 每天的幅度缩短到一百点之内 你一看这会儿在涨 那会儿在跌 但是当每天结束 在凌晨 你看他画的时候 发现他是没涨也没跌 这叫横盘 强势横盘 这叫台阶 如果你知道混沌理论就知道了 这属于 经典叫中计形态 中国的中 继续的计 顾名思计 中间休息 继续开始 那么从三千八到今天 你再看 按照波浪也完美的走了一个五浪 其实今天这个九千二附近一定会大起大落 而且至少会整个全天都是这样的 让你始终在纠结 卖呢 还是买呢 买呢 还是卖呢 是不是到头了 会不会再跌到五千 做梦去吧 大道之枕 为什么宝二爷和李孝兰能挣大钱 他的头脑里没有教条 第一 第二 他对市场有感悟 他感悟到了最根本的东西 不断赶 宝二爷这个人可以辩证的看 虽然这个人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抨击的 但是他对市场的见解 你不得不服 昨天他有一个小文章 你别小话 人家是高中毕业 但是毕竟卖牛肉的 他是懂算计的 他算计过什么呢 他算计过17年比特币最高点的时候 比特币的市值是 USDT市值的290倍 他认为比特币 所以他认为比特币有泡沫 所以他在逃了顶 这就是大智慧 自己琢磨出来的 反正你琢磨出来的东西 能被市场验证 那也可以作为一个更衣率啊 他现在有新的发现了 发现现在 USDT跟比特币的比值只有20倍 那不是过低了呢 290过高了 20倍也过低了 也就是说现在比特币属于低价区 超低价区 那么你还在问 会不会回调 会不会跌到五六千 他在捡你去做梦啊 你买错了 即使小概率跌到五六千了 他还会涨回来的 而你不买 你会说失去这个机会 但前提是这笔钱是闲钱 你不急着要把他变现 有这个大的思维框架了啊 不要再去纠结 每天涨多少到哪里啊 不要讨论 我看到讨论的 我就想把它剃掉 因为你已经舍本竹末了啊 你忘了根本去追求细枝末节 你已经迷到了 你已经走在韭菜的路上了啊 然后你又在群里交流 群里大多数是韭菜 你把大家都带偏到了 无人无己啊 中国人最喜欢讲的叫道数式啊 数水末啊 技术说最末流的 你没有一个正确的理念 你技术再高只会害自己 害人害己 这几年是吗 第一注意风险啊 第二顺势而为顺势 而为顺势而为 永远记住什么叫事 事实可以观察 可以判断的一根直线 那具体他有各种表现 对吧 昨天和今天 还有一个明天呢啊 你知道单边事啊 是最简单的一种啊 闭着眼睛埋了就放着 过一两小的时候又长了 过两小的时候又长了 是这种事 傻子就能挣大钱的 高手能够在这样的行情里面就会挣出十倍来 啊 你在八千 如果做合约的话 哪怕做最低杠杠的啊 晚上就会变成八万的 但这个就不给大家推崇了 我一直说的不要做合约 因为你连走都不会走 还想学跑啊 不要这样 这么多啊 一直在回避 因为普拉斯多 都跟昨天谣传的那个测试板 现在没有一个结论 但是普拉斯多克肯定会回来啊 这个不用担心啊 不用纠结 我也不呼召大家去炒 但既然有很多人在炒 跟大家交流一下而已啊 还是少谈行情 多看形式 航行就是关键的啊 关键的点位有了就行 比如说今天的九千二 在凌晨十二点凌晨的时候 就四月份过完的时候 站在九千二了 那就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一个收盘点 那么你看布林县 他的上轨在一万零五百 正好是二零零二零二零二零年的高点 哪一天破了一万零五百 市场有很多的新进的资金 会把它直接只推到一万八 推到两万八 推到三万八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这种事 不要去研究那些不靠谱的 翻个五分钟可以线 涨了多少到哪 跌到多少 这会因小事大的啊 行啊 今天一不小心吹了些不开吹的牛啊 嗯 这是市场经验之谈啊 我们平时少讲啊 今天集中讲讲啊 到这吧 嗯 还是感谢大家的聆听啊 那么涉及到投资部分还是要有风险声明啊 完全属于个人意见不构上投资建议啊 如果有偏听偏信者后果自负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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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